我看每个人都有点了 十张图片里面三张是他 我觉得我们已经往死里点了 86块钱啊 What's up 朋友们 在日本有很多日料店 一开就是几十年 传承了三四代的人 那今天呢 我在LA也找到了一家 整个LA开了时间最久的日料店 从1956年开始经营 到现在已经有67年的时间 而且也传承了第四代的人 至于味道怎么样 那我们今天一边练听力 一边练胃口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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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心其实就有一点老旧的感觉 然后这家店就这么小的一个门面 它就在马路边上 然后进去以后 门面就比较小了 这么一点点 可以排队排一下 Hi You're first here? First time bro I see it is delicious too Maybe we'll come back tomorrow in the morning Yeah 應該说过来吃的全部都是老内 基本上没什么老外 这个是他们曾经登过的报纸吧 加州的报纸2007年 它这个菜单打开以后 非常的简单 就这两页没有了 它那个菜单上面的字啊 不知道长什么样 怕踩雷 所以我们直接安图片了 觉得这个感觉很多人点啊 这个饺子我看起来也蛮不错的 这个豆腐看起来也蛮不错的 烤豆腐 Is this the noodle? It's a noodle 所以我看到网上的照片是这个老奶奶 但是明显刚才点菜的感觉年纪要再轻一点 还有一个应该是她的女儿 三代人已经是第三代人了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第四代了 And then put as a topping for the tofu ok 菜是姜泥 生姜泥 葱 木鱼啊 我放酱油 然后把它盖上去 品尝一口 开胃 这个东西的灵魂就是它的那个姜 这姜一下子让我感觉到了日本的一点元素在里 第二个上的是它的Fried Dumpling 这个东西我们中国才是YYDS的 好吃 赶紧吃赶紧吃趁热 这个菜料也很神奇的 有点点像腊油 但是又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酸辣味 这真的好吃 我这个太好吃了 我的天啊 哇这个怎么会这么好吃 不几了 再说一遍 这个饺子是我要吃过最好吃的饺子 这个饺子我觉得它的精髓就在于皮很薄很薄 然后它里面的汁水全部裹在里面 一点点的焦香味真的好吃 这个就厉害了 我看每个人都有点了 十张图片里面三张是糖 鸡蛋肥牛 然后这边还有一点点鸡肉 然后配了一点洋葱和姜 先尝一下它的肉 有点像我们肉饼蒸蛋 它把那个蛋换成了很嫩的鸡肉 里面放酒了 很香 然后它放了洋葱 放了酱油 没有肥牛 没有肥牛 纯纯的汁 它里面还有汤汁的 有点像这种酱油泡饭的感觉 怪不得这么多人点 知道吗 一看就好吃 我说是牛包 给了我一碗米饭 我们饭已经很多了 感觉是纯鸡腿肉 它这酱油是甜口的 我们都是浙江人 它是温州 我杭州就比较喜欢这种味道 也不用吃了这么感觉 搞得好像 然后又点了一份鰻鱼饭 这个是我们两个的 然后刺身来了 这刺身很常规 然后我们点了一份天妇罗 就看一下它的刺身的品质怎么样 像熟产那种鸡肉 三文一样 这个我觉得是在国内 自助餐最最廉价的一块肉 鸟鱼 软糯的是新鲜的 它用的都是新鲜 也不是冷冻鱼 combo的天妇罗 万物皆可天妇罗 跟这常规的天妇罗 没有太大的区别 最后一份鰻鱼饭 它鰻 很新鲜很厚实 唯一能吃出来是这一个 但是它的味道 就是常规的鰻鱼饭的味道 非常的常规 今天最惊艳的是 饺子豆腐和这份 吃腿肉蒸蛋 这三个特别好吃 好 吃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我们今天这一顿饭呢 一共才吃了86块钱 算上小费刚好100块钱 我觉得我们已经往死里点了 那这家店存口味去讲呢 我觉得可以打8.5分啊 好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你们还想看我找一些 这么性价比高的老店 帮北北点点赞 这对我之后的创作也是最好动力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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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